而最近又适逢一年一度的天文大潮 高雄迄今部分低洼地区 是已经发生了道路积水的情况 对此市府水利局就积极拟拖相关短期因应方案 在夜间完成沙包堆滞 阻挡回流水路 还增设了移动式抽水机来提高排水效能 所以积水消退的情况相当快速 而水利局也表示了 112年也向内政部国土管理署 争取到了补助 要设置防潮闸门以及抽水机等等的设备 整体工程预计今年12月可以完工 会大幅来改善积水的倾向范围